那我们再看 我就讲一些例子给大家听 这些technical voice 我想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 这个Dr. King 金恩博士 他用过一次这个演讲 他讲的这一个比喻 我觉得他这个讲的比喻非常好 他这样的比喻中 他说把美国的宪法 比作为一个银行的本票 就像一个cashier check 我们都知道cashier check 是已经有钱在里面了 你拿到这个check 照理讲随时都可以cash 这个cashier check 里面事实上就等于是保证 所有的美国的公民享受 不可妥协的生命的权利 自由的权利 追求幸福的权利 但是他又提出来 美国的政府给了黑人 黑衣的公民 一张是cashier check 但是里面是空头支票 是里面不能够cash 因为他们到银行去cash的时候 那上面带了一个印子 insufficient fund 是资金不足的印章 被退回来 所以马丁路德 金恩博士 用这个比喻来表示 美国的黑人 是被美国的政府摆了一道 不但没有享受到他们有一定的权利 而且反而被人家歧视的时候 用这样的方法来激励这些 所有的黑人能够团结在一起 其实我们想到 主耶稣 他也就是一个非常会讲比喻的 非常会讲故事的一个人 你看看他所有讲的比喻里面 他讲到经典的比喻 比如说三个仆人的比喻 三个仆人的比喻 五千两银子 三千两银子 一千两银子 他是用这样子的比较 更能够显出来 那五千两银子 跟一千两银子的这个仆人 他的这个能力的差距在哪里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还有豪土的比喻 比如说这个土能够 种子叠下落到里面去 能够结出百倍出来的 千倍出来的 这个豪土跟一个土 是叫石头的 那个被金鸡长满的 这种的土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对比的东西 那还有葡萄树与芝士的比喻 井水与活水的比喻 十个铜女里面 有五个铜女 灯里面有油 五个铜女灯里面没有油 所以说当新郎来的时候 那没有油的 就要赶快去找油 但是他们回去的时候 那个婚宴已经开始了 门已经关上了 所以他就用这种对比的方法 来激励大家 还有好的撒玛利亚人 告诉我们 那个撒玛利亚人 跟那个祭司的对比 是很大的对比 浪子回头的比喻 浪子跟他的哥哥之间 有很大的比喻 还有浪子他自己过去 和现今 有很大的一个对比 所以常常 能够有 signature voice 能够用很好的比喻 尤其是强烈的对比 contrast的一个comparison 能够让别人 能够知道 他所传递的一个信念 或者他所传递的一个信息 message在里面 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学到的 那另外我觉得 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比如说 巴黎夏普的 安妮塔 他用一句话 来鼓励他的同事 他说 那么从我的办公室 你走出去以后 你会想怎么做呢 当你回到你自己的办公室 你自己的座位以后 你是自哀自怨呢 还是想办法 来展现你的能力呢 如果是后者的话 我倒真心的想知道 你会做一些什么改变 所以你看看 他用一个一个 一步一步的 你当我离开 我的办公室的时候 你会有几种选择 一种选择 是做到那里去 可能什么事也不做 还是照样是同样的人 还是你会自哀自怨 觉得哎呀 我真的不好意思 上次做得不好 我怎么办 但是另外还有一种人 就是你能够想一想 我怎么样改变我的做法 我能够展现 我自己的潜力能力 就好像一个传道人说 当我们离开礼拜堂的一场 这位复活的主 正在注视我们内心 和我们的行动 是决定依然顾我呢 还是会做改变的 圣灵呢 也站在那个门口 在那里等待着我们 很愿意来改变弟兄姐妹的 他随时在那个身边 他随时带命来帮助我们 所以你想想看 这样子的陈述 是表示说什么 表示说 今天我们不行要改变 而且神都已经把 要帮助我们的力量 放在我们的旁边 随时我们要打算 准备要改变 我们决定要改变的时候 圣灵就马上可以帮助我们 你想想这样的话 把我们放在一个什么 完全没有借口的一个境界 所以你想想看 这就可以激励我们 让我们真正的愿意 采取行动来做事情 所以这种 signature voice 是一个很重要 他说 discover your signature voice 能够 master 你的 leadership 我觉得非常好 他说 no matter where you sit 不管你在一个 organization 你是一个很小的职位 也许你是坐在一个 不太显眼的地方 但是 you can always own a room 就是你 always可以掌握 某种的局面里面 所以说 他说 if you are able to demonstrate the authentic value and distinction and connect the others in the positive way 的话 你一定是可以表现出 一个你的不同的价值 所以中文 我就把它翻译说 要能真正掌握 整个局面 是表现出 你真正的价值 是不同的 而且能够用 正面的能量 能够让他人 能够抱团相连 这就是一个 号召力的 一个非常大的力量 就是把整个团 能够抱团相连